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秘密输出一下 就是违反的问题 之前谈过了 刑居变成正式批骨了 批骨有些意料之中的 15天 15天到了他们的批骨 坐牢就肯定的 他这个罪行的严重程度 看量刑是什么样的 张大夫人在中国 他犯罪了 他也得坐牢 这几个月 高密度 多频次 主要发生在明镜身上 有些是自己不注意 有些是多年来不注意 有些是是是是是莫名其妙 赶上了 也不是赶上了吧 就就就 就是 急在急在一个时间段 先后爆发 我们行业那也是这样 就是这些年轻人呢 年轻的明星人不靠谱 不靠谱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 比较普遍的现象 比如说哪个 就原来有一个机构啊 著名的大的经纪公司 他主要是签那个 青春偶像 就是原来的那个偶像艺人 年龄都偏小 哎呦 他们那个公司老板跟我说 说王老师啊 要真受了 什么呢 就是三天两头闯祸 那闯的祸吧 惹的事吧 都是那个 小孩 惹的那些事 就是 青春期的那个 小孩 惹的那种事情的性质和 类别 虽然这个很多人没有艺术天赋 但你看在一个艺术圈啊 就是他本身呢 就是比较感性 比较感性 嗯 他就不安分 他跟一般的那个那个 学生比起来啊 这么大 同龄人比起来 属于不大安分的 那经历过剩 嗯 他就容易 惹一些事 惹一些事 再一个呢 年轻轻的就出名了 出名了就 就自信的 捧着 有钱了 有钱不知道该干嘛 有钱 一般都有钱了 我买辆跑车 买辆跑车 然后这个 然后就 穿 搭板 是吧 穿着搭板 嗯 夸 然后怎么弄 不知道该怎么着 啊 吃的用 这都满足干嘛 就去嗨去 年轻轻的 就是交一些不好的朋友 啊 旁边的朋友不好 就这样 嗯 这种交 他们出事概率很大 很大 嗯 嗯 原来就说 他们要 他最好受一些大学教育 大学本科教育 好专科教育 在体系内教育 这个选秀艺人呢 或者成长类的这个艺人 早早的 跟经纪公司弄到一起 什么 什么养成系 那不是成长系 养成系 这些艺人 过场的商业化 嗯 嗯 就是出通告啊 就是接通告 就是 干活 啊 没有受到好的 职业教育 专业教育 这都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 这个 嗯 专业院校毕业也好多 也出事 也出事 就是说这个 但是你受了一个大学的系统教育 多少好点 啊 或者说好很多吧 好很多 啊 但是这个 张泽汉呢 也不知道他这个大学教育怎么受的 就是他 特别无知 你知道 就是 很多这个历史尝识 和和做人的一些尝试都不知道 就是 不知道教育是挺 顺利完成的 嗯 但是说到张泽汉了 就我 我从来也不提 也没有说过他 文化叫龚俊嘛 啊 他们有个戏叫三和令 啊 单美 啊 南南 一眼南南的就容易出来 是吧 一眼就容易红 之前演很多戏都没红 这两个人 啊 一眼这个南南的就红了啊 所以 张泽汉出事呢 就老有人说 你你为什么不说说张泽汉 霍尊出事 你为什么不说说霍尊 我为什么要说呀 为什么呀 谁规定的 我有这个我有这个职务吗 谁出事我说谁 张泽汉出这么大事你也不说 啊 有人就说因为你是阿里系的 我都不知道张泽汉跟阿里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他那个剧在优酷播呀 还什么 我怎么就是阿里系呢 我是银河系的 银河战士 召唤怪兽什么 行吗 什么叫阿里系的 这些人呢 就从利益处罚 认为人干一个事 尤其批评他都是因为有利益 啊 因为是阿里的 跟阿里相关的就不批评 是吗 而且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 张泽汉跟阿里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 有什么关系吗 他的情况就是 无知 是吧 一个人可以无知到这个程度 具体他的他原来的作品什么的我也不关心 我干嘛说他 但是看今年这个 嗯 关于日本的内阁成员去参拜经国宣说的事 我们外交库的抗议是一个非常强烈的 所以张泽汉这个事吧 咱俩在这个时候 嗯 一点都不冤 一点都不冤 就是 他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嗯 这个老 老有网友说你为什么不说 我说你非要我说那就说呗 你对他怎么评价 你对他怎么评价 他是个傻的 没了 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吧 骂他人那么多 他也受到 惩罚了 我们如果仅仅就这一个事 就事论事 就说他怎么着 嗯 应该封杀他应该什么什么 我觉得 要整个的反思一下 我们这些年培养了一些什么样的明星 像明星人 推了一些什么样的偶像 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 他们是怎么产生的 怎么就红了 就让明星相继翻车 坐牢的坐牢 啊 消耗的消耗 炸耗 我们 行业受到触动没有 赔钱的几个老板受到触动 行业受到触动没有 我觉得 并不是真正的 使得行业产生一种内在的 想要改变的 这种主动性 没有 因为这两天我 跟那个做发行的朋友在一起 聊了一些发行的事 就是我们的平台 依然在 按流量明星 定项目 定价格 你如果长视频内容 没有流量明星 他还是不要 流量明星翻车翻成这样了 他还是要 要这个 所以这个模式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他们也不打算改 所以我们总觉得这些事情 教训够深刻了 应该回归内容 没有 不见棺材不掉泪 见了棺材往里睡 但是 行业缺乏一个内在的 改变的 愿望 挣那个钱 必还那个钱 可以操作数据 人家说这个流量明星的 主要问题是因为钱拿的太多了吗 不 是因为他们 可以通过操作 拿到 巨额的 财富 不是说通过本事 人要凭本事挣钱 挣的再多 对这个社会来讲 都是好事 那么你想挣钱是吗 你就 比如说 掌本时间 对吗 他是公平的 实际上是公平的 但怕的是这个社会 有些人通过操作 通过勾结 通过暗箱操作 能够挣到大钱 而且你暗箱操作 造假 造的越厉害 勾结的越深 挣的钱越多 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公平 对吧 那么这种不公平是如何产生的 确实是垄断 流量明星它是平台垄断 横向垄断 纵向垄断 这我在各个节目里面说的很清楚 这个模式不改变 嗯 我之前说过就是 无一番 嗯 才哪到哪啊 流量明星翻车啊 出事啊 只是一个表象 核心的问题就是 你如果依然是靠 流量 定项目 定价格 那么 依然是不注重内容的一个产业 依然是靠操作 靠暗箱操作 来赚钱 来骗钱的一个产业 这样的产业 一定是藏污纳垢 因为它不能放在阳光底下 它就是犯罪的违法的温床 你们都没有底线呀 对吗 因为你从 不说具体了 就是你们有头有脸这些人 都是犯罪嫌疑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流量明星这点事 算什么呢 他在这样一个 环境 这样一个土壤里面 他做的那些恶 可能还只是小恶 对吗 对吗 所以 我们影视行业可能需要更 深刻的改革 这改革的方向其实很清楚 就是 大家就好好地拍内容就完了 靠内容挣钱 把这个人为的操作 刷数据 依靠流量的这个思维 这种实际操作方式 把它放弃掉 自然就阳光了 大家拼什么 拼实力 拼谁的戏好 谁的故事好 演员就拼谁演的好 谁表演的基本素质好 谁好 谁上来 谁做主演 对吗 马上就阳光了 就不赢啊 嗯 嗯 我们都说这个 清朗行动啊 在网络上 互相攻击啊 粉丝啊 控屏啊 这些 背后是什么 粉丝背后是什么 经济公司 经济公司背后是什么 资本 平台 他们要这样干 你如果不 涉及到后面 触及到后面 你就说消几个号 粉丝就互相不吵了 互联网就清朗了 清朗得了吗 所以 要触及到根本 真正的 真正的触及到目前的这个流量模式 靠流量 一人 定项目 定价格的这个模式 它不改变 只会腐败 是不是这个道理 刷数据 假的 粉丝组织起来 戏好不好 戏好不好 无所谓 只要是他演他 爱都演他 我们就赞他 没有是非 是吧 去靖国神社 也无所谓 还可以给他洗地 对吗 没有是非了 那就是 流量模式下 产生的呀 是你们 打造的这样一种 人群呢 粉圈是什么 是资本 培育的 培养的 没有是非的 一个 全程 不去触及根本 这些现象都无法得到 改变 反正我 我觉得 呼吁也好 需要做起来吧 要做起来吧 有实知识 就行业内的 有实知识 要去主动的行动起来 啊 也是时代的要求 人民群众的要求 对吧 那就 迎合战士 今天就说到这儿 再见